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真正亮眼的紅包行情 你說老師啊 你吃錯藥了嗎 不是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原因 真正亮眼的 真正各位可以啟動的圓越行情 現在才要開始 你後面慢慢印證 我講話一定有憑有據 而且我講的事情 經常後面就會發生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先講第一件事 這次的元旦 各位有沒有來找我們 甚至找我們的Line 拿這個2024 AI大補帖 裡面有沒有各位自己去印證一下 有沒有3588的通家 電源方面相關性質的IC 直接給你攻上掌停板 裡面有沒有這個6243的訊捷 3032的這個尾訊等等這些相關的電方面的概念股 還有有沒有網路上面的概念股 我說基辛吉講說未來的AI PC 我就跟各位講 各位注意 今天這一段比剛才那段還重要 那段叫開場白 我就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基辛格跟你講說 注意喔 未來的AI PC會三缺喔 三缺喔 股票市場裡面做夢是一回事 不能說做夢啦 就是說先漲上來是一回事好了 但是事實你一定要面對 我今天還是直接跟你講 很多人在討論 是要買紅機還是要買華碩 我說都不對 是要買通家好嗎 各位 什麼意思呢 我問你一件事啊 假設 假設什麼 假設黃靜澤要當你老公 這樣不太好 當你女婿好了 我那麼老 那我缺眼睛缺手 大家這樣講不太好 總之有一台筆電 東缺西缺的 你要買嗎 你買一張桌子 這邊缺一隻腳 那邊缺一隻腳 你要買嗎 你當然不想買 所以 賣桌子的工廠 賣筆電的工廠 最重要是什麼 趕快去把這些零組件 給它補起來 所以其實在放假以前 台灣股市大盤在創新高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各位注意到說 請你記得一件事 中小型的OTC 這個外國人真的很奸詐 我就直接告訴你 有夠奸詐的 結果這兩天當中 大家都說大盤在跌 對 我也跟你講注意 因為我一定要跟你講大盤 我說請你注意這根叫做大盤的賣點 看到沒有 沒錯吧 然後結果外資就開始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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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人家跟你講清楚喔 而且今天來講的話 有些東西我應該來不及講 所以我一開始就跟你講了 請問OTC裡面包含什麼 OTC裡面包含什麼 包不包含生計 包不包含生計 有包含生計嘛 對不對 所以生計股是不是開始轉強了 所以做股票你要先算三步啊 第二個 各位看到沒有 中小型的股票 CES要電腦展了嘛 所以我跟你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什麼東西 有人說老師 我們老師做股票就是什麼通通買 我說不對 長的少的不要買 長的多的才要買 對吧 那以前紅機長的多我們買紅機嘛 藍天長的多買藍天嘛 現在紅機藍天不會長那麼多囉 甚至我就告訴你經驗也不會長那麼多 華碩也不會長那麼多了 因為他們未來成長 他自己講嘛 我今天就算我給你推出一個新的AIPC 你說換就換嗎 不可能啊 你也要等到像我要等到證交所換的我才能換 不然的話我以後怎麼跟你們講盤啊 我沒辦法跟證交所連線怎麼講盤 你怎麼打電腦做股票呢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這裡面很多東西都必須要慢慢來 就算中華電信換了AIPC 中華電信沒換AIPC之前你換了 等一下我給你摳訊你收不到我告訴你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一丟出來之後就會發現什麼 人家季辛格就跟你說了 要缺什麼缺電啊 那個AIPC拿出來哇45分鐘沒電了 如果你上雲端看看 我試過一次啊 上那個微軟的Coblet 微軟的Coblet概念股在這裡好嗎 創新高了 Coblet上上去之後 我45分鐘沒電了 那你要不要快充啊 還好我有通家 幹嘛 10分鐘 10分鐘充飽多少 10分鐘充飽90% 那這就很需要嘛 對不對 快充這很需要嘛 所以還有拿一些快充 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抬通 我需要趕快去裝光鮮對不對 所以股票市場真的就在你的身邊好嗎 我需要抬通 我需要網路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啊 你現在還在想說啊 紅機會不會反彈 這類做股票不是這樣做的啊 紅機已經進入第二期注意股價回檔 那麼什麼東西又回到初期呢 就是紅機缺的東西又回到初期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啊 做股票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來找我的話 其實呢節目啊 我都會跟你講 一部要算三部啊 一部要算三部啊 哇 怎麼一一半而已 高速傳送看到沒有 元旦的時候跟你講的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吧 今天快一點就好了 這邊快一點啊 各位看到沒有 3588的通家有沒有上來啊 欸 你看我的股票 你要開始跟著我一起找啊 要開始跟我一起找啊 甚至我覺得啊 我也不怕你知道啊 各位看到沒有 當時我在股市現場介紹的時候 它是豎起來的啊 它是豎起來的啊 今天已經打開來了喔 而且它很漂亮耶 各位看到沒有 它這邊的時候先給你洗盤洗一根 我就知道說今天機會來了 今天機會來了 所以才剛剛開始起漲而已 所以我說紅包來了 我知道我現在講你可能 老師啊 昨天大家都講說 這個行情要跌很多 然後你也覺得說這個行情要跌 是啊 我也是要告訴你 我說這個東西大盤要跌好嗎 那請問大盤要跌的時候 欸 我問你上一次偽創再跌的時候 上一次偽創再跌的時候 是不是OTC的股票上來啊 是不是OTC的股票上來啊 6530好了 6530好不好 是不是OTC的股票再上來啊 所以各位啊 它一定會有個交互期啊 它一定會告訴你說下面要長什麼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今天來 還沒讀書的 不是說還沒讀書啦 還沒讀AI大補帖的 大家都是很有學問好不好 但是就是這個不會 那你要趕快知道 你要全部的股票都給它知道 那你才不會說 啊 基辛格講話講一半你睡著了 他講很清楚欸 他講什麼 他講宏姬華碩 宏姬華碩大漲欸 你看照片在這裡啊 你給我心想把那個刺痛人叫到旁邊來 這個就基辛格啊 這就是所謂英戴爾執行長 所以英戴爾執行長現在才是真正 點火的一個真正的原因啊 我說英戴爾執行長 基辛格這個人簡直是這一次是拚了 聖誕節是他們過年欸 你春節休不休假 你休假吧 基辛格不休假咧 他還告訴你什麼 缺電 缺散熱 缺網通啊 他還告訴你這些事啊 他說這些東西全部做起來 至少你要有網通嘛 你沒有網通的話 我的AI電腦這麼好 一放下去當機 沒資料 然後用了半天 一下子沒電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現在真的要AIPC的嬰兒期 嬰兒期其實我最喜歡 就像各位的手機啊 各位知道嗎 iPhone3的時候啊 iPhone3什麼時候 12年前啊 什麼東西都缺啊 缺那個觸控的啦 缺那個人臉辨識的啊 後來那些人臉辨識什麼不是就大漲了嗎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現在基辛格跟你說 現在先缺這三個 將來說不定跟你說 我要缺這個什麼 眼球辨識 將來要說缺什麼 缺指紋辨識啊 這個應該不太會缺啊 其實人臉辨識裡面還更厲害的什麼什麼方式啊 總之你要去注意到說 到底後來這個AIPC 現在不是叫你買AIPC 是AIPC會轉向哪個方向 我現在直接就跟你說 你如果還在買宏基華碩的話 底子老師就是斑馬了啦 黑白白啦 知道沒有 因為他現在送出來的這個機子 如果洗衣機最早期的 我現在要問你 洗衣機最早期的你要嗎 單桶的 還分兩邊 洗完之後拿過來放到隔壁去 你不要啦 因為你現在都知道放進去 呼呼呼要這樣洗 以前叫雙桶的嘛 阿嬤 阿嬤時代的洗衣機啊 現在還有什麼懸吊垂直的 各位看到沒有 那叫缺啊 那叫缺啊 有沒有告訴你 哇 這股票真的你要先算三步 AI最怕缺電 AI最怕缺電 股市現場12月28號看到沒有 3588通家就在這裡啦 3588通家就在這裡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還打回來 前天還打回來 我說實話 那個時候我也覺得說會不會沒啦 但是沒了這個過年怎麼辦啊 你是不是也有這個想法 趕快來找我 而且時間都還來得及 時間都還來得及 會不會沒了 不會啦 該來的就是要來啦 但是不是在原先的族群上面打轉 不是在原先的族群上面打轉 你知道嗎 如果你只會看新聞性的投顧節目 我真的不騙各位啊 投顧老師有一種專門只會唸新聞吧 原來的新聞唸一次人 那你就不用賺了 你就不用賺了 你知道意思嗎 我通常都不會去讓你在新聞裡面找得到股票 我不會讓你在新聞裡面找到股票 我會在什麼 我會在很多啊 這些所謂名人的一個帶領之下 那這次真的要聽啊 你看當時魏哲家講什麼 講說要有Covers 對不對 說實話一點 Covers 你說老師 Covers你這次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一開始你就知道 Covers是台積電發明的 我問你 除了台積電員工跟台積電的長官 誰知道 什麼叫Covers 這個名詞還是他發明的啊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網路就不是你發明的 噢 氣笑咧 這個看到沒有嗎 直接開盤跟你掌停啊 還好我還有另外一個通 雖然差一個字差也差滿多的 但是看得生氣氣嘛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在裡面跟你提到了 6G啊 6G啊 衛星網路啊 6G啊 衛星網路啊 那像這樣的個股 季辛格的話一定要聽好嗎 季辛格的話一定要聽好嗎 我就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 下禮拜一整個禮拜 下禮拜大概選舉滿無聊的 你就每天看到人在跟你揮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其實你大概知道也差不多了 這個我就不能多講 因為現在不能講民調 也不能講你看好誰 對吧 反正我都沒有立場 我看好我們台灣最優秀的人就能夠當選 好不好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個都不用去看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 剛才少講一句 那麼行情到紅毛行情裡面三部曲啊 第一部曲叫做中小型的AI 中小型的AI 中小型的AI 第二部曲有可能在 有可能會轉一些資金到生技股上面 其實生技股都很強 我沒有時間跟你說 但是生技股你知道要找誰 沒有 老師 生技股好 我自己回去做 你如果做得出來 你先寫一本給我好不好 你寫一本給我 我至少給你 給你我這個月研究員的薪水可不可以 老師我寫得很辛苦 對啦 知道沒有 比較選後 選後你再來看這個好不好 今天太早了 我就這麼跟你講 所以三部曲已經出來了 今天先掌握這個 我對於今年要讓各位賺紅包已經都規劃好了 其實放假的當下我都已經規劃好 包含裡面的變數 你看到沒有 生技股裡面等多防疫等等 這個部分我都幫你規劃好 包含裡面的變數 所以錢要用在有用的地方 要放在包子口 不是股票有漲就好了 要漲最多的 過年了 想辦法跟誰 要跟知道說指揮官告訴你 錢要放在最會漲的地方 歡迎各位 想盡辦法 現在第一個到元月9號 還到元月9號前後都算 請你注意 AICS電腦站裡面 這次不是那個大的喔 是中小型的喔 三缺概念股 基辛格說得對 黃靖哲也說得對 請你趕快跟上來 紅包 紅包 再紅包 請你跟上來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運達頭顧黃老師 年輕年新希望 把握年前資金行情 掌握景氣循環 歲末感恩大回饋 會期農曆年後起散 讓您帶著滿滿的紅包過年 歲末感恩真案 請您立刻拨打 022781 0909 茫茫古海資訊爆炸 您該如何掌握獲利契機 運達頭顧黃老師 28年股市經驗 了解股市長跌道理 獨創ISI九大要領洗盤片線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面面俱到 豐富的經驗實力 是您最大的投資依靠 您的資金需要最大的呵護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機會 黃老師唯一投資致富專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如果您改變散戶 如果你發現有朋友在吸毒 請不要立即推開它 這可能是向你求救的訊號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從環境改變開始 擺脫毒品誘惑 真正能帶來長期幸福感的 是旅遊 培養興趣 人際相處 這也是我們能與身邊親友 一同創造的 吸毒不僅犯法 更傷身 拒絕毒品才是解方 那麼人家說明修戰道暗渡成昌 那麼現在年輕的朋友 成語沒那麼好 就意思說看起來 好像是這個樣子 結果咧 他從後面走一條小路走 那麼當時各位還記不記得 劉邦表面上說 我要從這個四川打一條大路出去 結果咧 從後面陳昌小道落跑 各位看到沒有 明修戰道 這個行情 你看到沒有 我就是要結帳了 人家在結是結這個 而且你看他真的有夠 我不能說外資有夠奸詐 我說實話一點 我是個好老師 你們聽周星馳講 那麼壞人要奸詐 好人要更奸詐 你沒聽過他的 清官要更奸 各位看到沒有 一開始說先給你賣 哇 昨天所有的節目 早不講我們不講 其實這個時候才在講 我都不好意思說 你看他舉手又偷偷畫叉 有很多節目不是要舉牌 舉一個牌子 偷偷畫叉 我說不對 最好舉中間比較對 你看加起來買了多少 先買125億 再買179億 昨天偷偷的也賣36億 這個偷偷賣36億 當然是故意要洗你一下 他有這個動作 我跟各位講說 只要有這種所謂 片線式的類似行為 那基本上我認為接下來 你不要到禮拜一 禮拜一說不定很多追不上去了 你看 你說老師這個股票怎麼做 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這個股票你說叫我真的衝 我也未必真的很敢 但是請你記得一件事 只要在融資增加 融資增加 融券也增加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續漲 那麼融資增加 融券減少的時候 一開始你就要注意 等到真正出現的時候 你就這個時候 你就要開始回答 所以通常只要在這個情況 跟這個情況的話 都叫做軋空 先看這裡吧 來 加一行進來好了 各位讓各位 至少能夠學一點點東西吧 來 這裡有融券對不對 你看這個融資沒有減少 融券減少了 所以它暫時不會上來 你看到沒有 這個融券也在減少了 雖然它融資本來就不多 但是融券在減少 真的也不會上來 要融資增加 融券增加 各位看到 這兩個都在增加 而且還滿平穩的 所以我今天幫你挑的 其實融資券我都看過了 所以股票市場不是這種 只要聽說黃老師講紅包了 我說你不能斑馬 黑白買 黑白買 所以為什麼去年漲這麼多 很多人說我就沒有賺錢 為什麼 我看這支就看起來好好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 這一次大型的股票 將來伺服器可能也會有增加什麼 新的小零件 那個是我們的機會 伺服器又長這一段 這一段給你夢想 這一段之後開始伺服器要慢慢賣出去 一個一個換 我們運達也還沒換 我講白的就是這樣 證交所也還沒換 但是國安局換的伺服器 太空中心換的伺服器 中研院換的伺服器 請問這三個值多少錢 要大家都換那才會值錢對不對 不能只有你台積電換 台積電的周邊都換了嗎 沒有啊 同樣的你身邊可能有一個 可能他就是電腦系的朋友他就是換了 那你不能只有電腦系的朋友換 你要數學系中文系什麼 通通換下去那個才叫做有錢賺 那你要怎麼樣讓數學系滿意 要怎麼樣讓那個 怎麼樣讓數學系滿意 怎麼樣讓這個中文系滿意 可能中文他念比較久 所以你就必須要給他充電充久 充電充多一點對不對 或者讓業務員充電充久一點 不然一出去他沒電了 我知道再什麼厲害 我們公司用AI製圖給你看 將來這個房子很漂亮 結果按下去沒電了 那你說人家怎麼做 人家當然用舊的嘛 所以我都跟各位講的那個是 這個產業真正最中心點 不是那個產業替代 這個很棒 那個很棒 我看你們老師的講法都是 伯伯你知道沒有啊 選股條件是要跟大盤比較啊 你看今天大盤跌30點 不要說老師今天大盤跌30點 我的股票也是下跌 這沒什麼好進步啦 看這邊看這邊 今天大盤跌39 我的股票也是下跌 我的股票就很好啊 他下跌你下跌沒什麼意願吧 那你買個台灣50不就好了 不要幫你選最標的 學股如同學美要選到最漂亮 像林志玲那樣子啊 知道沒有 不是說我也是出來講說我老婆很漂亮啊 每個人都出來說 老師我老婆很漂亮啊 你看這支股票 我的老師說他有多好 這叫他戀愛 不是有人跟你講不要跟股票談戀愛嗎 這籠券已經下來了 所以你就不要追嘛 來看到沒有 然後大盤那個時候 我的老師說大盤一定會大漲啊 一定要1萬8 1萬9 2萬 喊得越大聲了 我越愛他 你又跟股票談戀愛啦 30塊6毛錢 我就跟你講不要跟股票談戀愛嘛 股票是給你來進進出出的 不是跟你談戀愛的 你要談戀愛去找個好一點的對象 30.6元不會過 歸離過大看到沒有 所以呢 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說 這個下來 第一天喔 偽創就大跌啊 不要買大的 或下來換紅旗大跌 不要買大的 知道嗎 所以我一看 藍天也不算小 也賣了 看到沒有 菁英怎麼沒看到 反正也是賣了 所以我在這個做股票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說我好像蠻會賣的 各位看到沒有啊 菁英在這裡啊 忘記了 所以你的老師今天又來了 哎呀 紅旗很好啦 偽創真好啊 頭一天就這樣你說真好 我覺得今年你換掉了換掉了 我多久就跟你講偽創要換掉 多久了啊 就說我沒講你也知道什麼要停損 不要說老師 我現在還腳麻啊 阿嬤阿嬤在哪裡 阿嬤你脾腳是不是啊 放假時間講給你笑話 不是做這樣做股票的嘛 做到最後就變成徐立寧了 你知道沒有 然後怎麼幫他廣告啦 對不對 該賣就要賣啦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其實你來找我 2024年我還是告訴你這句話 你說老師 那紅包行情會不會到紅包的最後一天 那那個時候再說 紅包最後一天其實呢 我認為跨年大概是金融股啦 但是那個錢沒那麼多了 紅包行情三部曲啊 都是中小型股都在OTC 我現在就直接告訴你 到時漲上來說不定我先給你賣了 這次要做具有的有沒有 趕快來找我 他現在是限制交易了 快要開了快要開了 做新頂的有沒有 他也來了看到沒有 這些都是中小型股啊 這是真的可以往上衝的那種 但是我基本上 我不會叫你硬要追啦 但是這個股票我們都賺過 這個股票都賺過 看到沒有 AIPC本坡 這個已經暗示得很清楚啦 AIPC本坡沒有上漲的股票 是不是都在這裡 所以做股票不要站錯地方嘛 甚至啊 還有一檔我也保留一下下好了 沒關係啦 各位看三星要推這個什麼 即時電話翻譯功能 將來你的電腦也是一致這樣子 但是這個功能會不會說 這個很突破 其實不會 現在大概你手機拿起來講一講 你只要下載那個軟體 就算你碰到泰國人 你等一下按下去 它就變成泰國話 講中文按下去 要變成英文很多啦 但是你要一邊講電話 一邊傳出去 它就已經翻譯好了 這個速度還要再更快 不用等 不要在那邊說 我想往東邊走 還得慢慢講 然後 Go West East這樣 Go East這樣 它不需要這樣子 它直接 我打電話 我先往東邊走 先等一下 然後就直接給你翻譯好了 所以這是即時的功能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那麼Google已經推出來了 三星呢 現在在這個 所看到的CES電腦展 你要推這個手機 這個手機 我認為有一定的銷路啊 那跟這個PC比較起來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銷路 敢 我今天哪不敢送你股票 你都沒打 我還不跟你講 這是不是就是三星蛇叠式手機 相關性質的股票啊 所以紅包有沒有來 我們經理昨天問我說 老師好像沒有紅包耶 放心啦 不是 另外那兩個字不要講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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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包可以嗎 另外那個字不要講好不好 開開心心的想辦法趕快跟上來 而且呢 誰的話一定要聽 猶太人的話 不不不不這樣講得罪人了 搞不好你是清教徒 我又講錯了 總之呢這個 這個一直在做事的猶太人叫基辛格 他一定要聽 而且呢他跟你缺什麼缺什麼缺什麼 你就想辦法跟上去 那麼你說老師 我都不曉得缺什麼來趕快自己補一補嘛 有的已經漲上來也不要去買 你要想買你先來跟我問一下好不好 這裡面就是什麼 紅包啊 過年不會不給你紅包啦 哪一年過年沒給你紅包的 股票市場一定會給你紅包 就是你要想辦法把握 紅包掌停掌停再掌停 財富指揮官假期等您電話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平鋪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喔…跟著旗子走 好… 時間差不多了喔 準備上餐 到哪裡啦 快到台北啦 我們要去高雄耶 我們從高雄出發的 我們是從台北出發的啦 你是誰 他開錯車了 你累了嗎 保麗達滿牛 精力充沛 保麗達滿牛 黃建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建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實的股票分析意見 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撥打 運達投顧公司電話 02-2781-0909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運達投顧黃老師 您新年先希望 把握年前資金行情 掌握景氣循環 歲末感恩大回饋 會期農曆年後起散 讓您帶著滿滿的紅包過年 歲末感恩專案 請您立刻撥打 02-2781-0909 茫茫古海資訊爆炸 您該如何掌握獲利契機 運達投顧黃老師 28年股市經驗 了解股市漲跌道理 獨創嗨塞九大要領洗盤片線 基本面 技術面籌碼面面面俱到 豐富的經驗實力 是您最大的投資依靠 您的資金需要最大的呵護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機會 黃老師唯一投資自負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